美日加三国联军大修军事武力 长达11天的力剑军演 剑指中共南海扩张 加上第一就是中共军队入侵第一岛链 美日加演练随时反攻 白宫国家顾问欧布莱恩 28号发表的演说 更指出美国与印太盟友合作 达到非常好的状态 并将保证台海的航行自由 中共军机持续挑衅台湾 加上美中对抗态势 日本防卫大臣安信夫 也在头一天接受日本电台专访 认为两岸出现偶发性冲突 恐怕无法避免 日本也必须探讨 在此种情况下能做什么 安信夫担忧 如果两岸失去军事平衡 后果不堪设想 除此之外 安信夫24号 寄给东京举席的国际会议 片州 也对中共以武力为背景 单方面改变现状 表达强烈谴责 并强调将加强日美 在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 新唐人亚非电视 张如整理报道 这边下单 介绍